大家好,我是RICO 很感謝大家又回來看我的影片 說出大家應該都看到我剪了頭髮 這次剪頭髮的體驗就是 我在倫敦第一次去salon剪頭髮 所以想記錄一下我第一次在英國的剪髮體驗 究竟我去了哪一間salon 究竟花了75磅剪頭髮的體驗是怎樣的呢 我就想在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兩樣的短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其實我一開始也有九結 其實我上網去找 究竟我可以在哪裏剪頭髮的時候 我都有去 大家很多時候會說想去的 日本的salon 我也有Google 究竟去哪一間好呢 但找來找去 我都覺得 在這裏的 是80磅 其實本身Subscribe 是有低價錢的選擇 但因為現在 他就說是COVID的關係 所以現在 現在 他的salon 就只有他自己一個 他就是一個 Hair Director 所以他就是收80磅 如是者 我就覺得 好貴啊 就不捨得去剪頭髮 然後我就 再上網找 究竟去哪裏 你找去 久結了幾個月 我都不知道 究竟去哪裏剪頭髮 其實我家附近 就有一間 Toni &街 其實Toni &街 在香港也是一間 也有分店的 其實那裏都是 Chain Store 但是 大家都知道 Toni &街 也是很貴的 我就嘗試上網去看看 究竟他們是收多少錢的 然後我上網看 其實他們最便宜 如果你去walk in 就要65磅 但他們就要計算 我就在想 不如這樣吧 既然我找來找去 都沒有結果 不如我就去我家附近的 這間Toni &街 試試看 至少我覺得 它也是一個 brand的salon 差的 應該都不會差到去哪裏 而且我覺得最擔心的是 為什麼我會想找Asia Salon 就是因為我覺得 應該外國人 可能不會剪我們的頭髮 因為我們頭髮的厚度 或者我們的髮型 他們會剪得不好看 我覺得 算了 其實都是75磅 相比那些Asia Salon 其實都是差不多價錢 不如又近我家 就直接去試一下 反正剪完 都會長的 那些頭髮 然後我就 直接去玩 其實因為現在COVID的關係 所有剪頭髮的職業 都是要預約的 雖然你是Walking 但是你也要上網 在Systems那裡按 你是不介意任何的Hairdresser 然後去到 那些有免費的Time Shop 你選擇之後 你到時到後 你就去那裡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 這個體驗 跟我的香港剪頭髮 是差不多 但是 覺得也有一點點 Premium的感受 可能因為 始終的價錢也貴 而且這家Asia Salon 也是有名的 我記得 我已經進去的時候 他們會很Nice 擺下衣服 跟香港差不多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本身的頭髮 是很長很長的關係 所以 Hairdresser來到的時候 他首先 有跟我聊天 聊了一大量 你今天怎樣 你想怎樣剪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想剪短一點 我沒有想過 你剪到那麼短 然後 就削薄一點頭髮 然後 他就說 因為你的頭髮太長 我會首先幫你剪短了一個長度 我的同事就會容易幫你洗頭 然後 去到洗頭的位置 我就覺得超有趣 首先 他很貼心 問我 你平時有沒有用什麼 流型的洗頭水 他就 檢查我的髮質 去用一個 適合我的髮質的洗頭水 因為我本身的頭髮很乾 我有很多那些 Dead hair 然後他就用了一個 極度Moisture的 洗髮 Shampoo 然後 他覺得最有趣 就是 我就說 準備好了嗎? 開始了 然後我就說 開始了 OK 我開始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馬上幫我按了一個按鈕 在椅子上 原來他的椅子 是有按摩的按摩椅 在那裡 那一刻就 哇 整個體驗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香港那間 Tony &家有沒有 但是在這裡 我到那時候為止 我的感受都是不錯的 然後 剪完之後 他就開始有問我 你想怎樣剪 我就問了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就問他 我們有一個說法就是 我們覺得外國人是不懂得剪我們Asian的頭髮 你覺得是不是 然後 他就說 我不覺得是 因為他說 我每天 就面對很多不同國籍的客人 其實我都剪很多Asian的頭髮 那他就說 我們就是 溝通 是流暢 其實我都會跟著你想要的方向去剪 那 令到我聽到也很放心 那我就開始 他跟他說我想怎樣剪 然後 以下來我的分享 都是他教我 究竟如果去一間Salon 你用英文 去跟人說剪頭髮 你應該要怎樣說 第一句就是 如果你想剪短你的頭髮的話 你就可以跟他說 I would like to sharpen my hair Cut it a little bit like a little bit shorter 跟著之後 你就可以用手指給他看 究竟是 如何short the hair short the hair 然後他就會問你 究竟你是想 Cut it straight 還是 或者是 會有少少layering 但是我又不喜歡 所有頭髮都是這麼長 那我就跟他說 I would like to have a little bit layering 這樣 跟著之後 然後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難的就是 我不懂得用 我不懂得用英文去表達 我很想把我的頭髮偷薄 因為我的頭髮真的極度厚 那我就一直都很期待 這個偷薄的步驟 那我就跟他說 Oh Back in Hong Kong My hair dressers will do something like this 那我就拿起頭髮 這樣彈給他看 那他就教我 就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 頭髮偷薄 這樣做的話 要不就是 你就跟他說 你要 他幫你 把你的頭髮 把你的頭髮 弄一些重量 就叫做 Slighting the hair 我覺得他很貼心 因為他也有問過我 其實 因為偷薄 也有幾種不同的方法 要不就是 你用一個特別的 偷薄的剪刀 然後就直接 偷薄 但我記得以前 我的髮型師 是教過 我 如果你想偷薄 頭髮 一些聰明的髮型師 是不會就這樣 用剪刀 偷薄的 他們懂得 拿起頭髮 去這樣剪 去令到 你整個頭髮的形 是比較好看的 然後 之後 我覺得他很細心 因為他一直剪的時候 都一直問我 對不對 是不是你想要的方向 我覺得大致上 我的體驗是好 完了剪頭髮之後 他就會吹乾我的頭 就開始做完偷薄的程序 其實基本上 我剪頭髮就差不多完 然後 當我以為差不多完 的時候 他就叫了另一個同事 幫我去Style我的髮型 我就心想 難道有人幫我Style我的頭髮 是不是要特別加錢的呢 那其實 原來這個Style我的頭髮 已經包在我本身給的 這75磅的價錢裡面 所以 換句話說 其實 這75磅 就是包括 你進去的時候 他會幫你 洗剪吹 加上他會幫你Style 其實基本上 跟香港一樣 那 完了之後 我覺得 我很滿意我這個頭髮 我覺得 很感謝他帶給我 第一次在英國剪頭髮 這麼美好的體驗 當然 價錢 我覺得真的很貴 我都沒試過用700多元去剪頭髮 質上 我在香港 去我的室內 我覺得是給200多元 300元 但是我覺得 對 始終在這裡 其實剪頭髮的價錢 真的 貴 其實 坊間也有些剪頭髮 是40磅左右 但是 有時候 我覺得 有點不敢薄 但是 現在因為 都是 價錢很貴的關係 我也覺得 剪短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 很快了 我的頭髮就會長 這個就是我在這裡 第一次剪頭髮的初體驗 想很快地錄這段影片 去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有趣的體驗 如果大家 都想 想 究竟 去哪一間 salon 去剪頭髮的話 其實都不妨去 這些 有牌子的 salon 去剪頭髮 當然 你剪頭髮的錢 是貴的 但是我覺得 女生來說 其實 一年之內 你不會剪很多次頭髮 而且 唯有你 在其他地方省錢 然後 將那些錢 用來剪頭髮 始終 頭髮的東西 剪錯了 真的很難回頭 所以 我也沒有後悔 我這次去了 通醫院街 這個選擇 我這段影片 就是 真心推介給大家 而且 我的心得 就是 無論什麼國籍 都好 你剪頭髮 最重要就是 你懂得跟那個人溝通 告訴他 你想怎樣剪 那我就覺得 都沒有說 什麼人 會不會剪 什麼類型人的頭髮 即是 ASO AS 你跟了他說 我要這樣剪 我想這樣做 而且你適當的時候 就把照片給他看 我想這樣剪 其實大致上 他都會明白 所以 對了 我也很喜歡 我這個 新的髮型 今次我的分享 就是 這麼多 然後 如果大家都 喜歡 這個短片 或者我都可以 幫到你們 少少的話 你就 不妨 給我一個讚 這個影片 還有 留言 也可以告訴我 你們如果在倫敦 剪頭髮的話 究竟你們是去哪間 Hair Salon 如果 就算我下次真的去剪頭髮 有些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我都會去試一下 對了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 我會在這裡結束 很快就會 下條影片 跟大家見面 拜拜